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杭州 哦不抽烟谢谢谢谢 好这是出羽绒的 现在的那个羽绒被 都是什么样的等级是卖的好的 都是特价的 网上淘化都是便宜的 羽绒被我还有鹅绒的 那种三五百的是啥样的 三五百的就是这种钱 这个机器上的充电用好一点 就碎绒 碎绒丝 碎绒丝 我说那种三五百的那么便宜 这就属于装的 还有比是差的 一半四棉一半碎绒 这是最差的 还有100多块钱的被子 100多就相对于这种 我看大家都是说鹅绒鹅绒 咋到为啥不做鸭绒 鸭绒它下雨天受潮的话有点 是里面还有一层吗里面 没有就这样一层不 就一层有双层的 双层它不透气 这样最便宜的那种小肚鹅和95 达标来都得要700多一公斤 90的会便宜多少呢 90和95正常他们相差在 30到50的区间里 包括几人的就是 但是造不了这个 这个假的 你懂吗 如果说普通批发市场的话 我就是要95的 那也可能是90的 也可能是85的 久违的本末测评它来了 我们今天买了有 1000多300多 还有100多的荣备 我们待会一位暴力拆解 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猫腻 猫腻 哇 这个带子 这个就很简陋了 这个很便宜 这个100多 这个是300多的 看看这个1000多的 我们一个一个看 先从100多的看一看 大显头子 评判这个羽绒呢 它的好坏呢 其实有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一个指标 就是你按一按它的蓬蓬度 你看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回弹 然后其实呢 对着灯灶 这个灯之后呢 能看到里面的这个绒啊 它有大概的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啊 作为一个多年服装测评的一个老师傅 这个行家一出手 就知道它有没有 这一看就知道那种很差的那种 碎毛片 而且跑毛很严重 这个声音 首先呢 就是羽绒贝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就现在我们去看羽绒贝了 大家就说啊 这个羽绒贝呢 就好的静音 因为呢你睡觉的时候翻身 这个声音很大容易吵醒你 当然像镜头前那种是吧 睡觉跟始祖一样的啊 跟我一样 那我们这种声音呢 根本吵不清我们 哇他们这个文案很厉害 国际著名加入品牌 创立1998年 哇现在比我还大 著名法国设计师 阿罗尔尔顺 pub es色猡猪 如果 اس载创立 西尔顿酒店同款薄金集天然白鹅绒 哪儿他们这么解释 争选鸭绒中最上层的群天然一级白鹅绒 鸭为什么会长 这个商家怎么在鸭绒里面提起鹅绒 这种跨种族的操作 真的让我震惊的同时 又有一些窒息 95白鹅绒 跟大家解释一下 95%就是说它这个被子里面含了有95%的鹅绒 那么剩下的5%是什么呢 就可能是一些鹅毛的梗毛片 所以以此来评判这个羽绒被 它的羽绒含量的等级 最好的目前就是95绒 稍微差的可能就80 它竟然说到95 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95 好 我们现在来把它拆解看一看 这个法国品牌到底它的质量怎么样 这一期我的经费在燃烧 我们现在来把它抓开看一看 首先不用讲了 这个全部都是碎毛片 很清楚了 全是这种碎毛片 哎呀我天哪 我的现在头啊全是这个毛 这种碎毛片啊特别容易跑毛 因为它太细太小了 然后里面确实有一些黄的毛 可能就是杂毛 反正这个一看就很明确了 这个叫还来讲要碎与湿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羽绒呢打碎 就类似于我们剁线包脚的似的 打碎完以后呢就变成这样 然后就可以做这种最便宜的这个羽绒被 只能说这种东西有时候容易误导大家 你就像他宣传说一个法国品牌 又是95白鹅龙 你就很容易被骗 你知道吗 这个是被骗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不能忍受的 就是你如果卖睡雨丝 你就跟大家说清楚 我就是睡雨丝嘛 我便宜嘛 100多块钱对吧 但是它里面写着 哇 法国品牌 又是95白鹅龙 鹅龙呢 鹅龙被他吃了嘛 鹅龙呢 大家一定要把我们这些视频 转发给你妈妈给你奶奶看一看 什么叫做羽绒被好吗 这叫羽绒被啊 骗人的嘛 这款呢价格是464块钱 也是说95白鹅龙 这个袋子至少要30块钱吧 这个被子呢也是写的说 五星级酒店同款 而且呢更牛逼的是它 出口日本 出口日本这件事情 直接印到了标堂去 我们刚才说 我们那个被子呢 这个被壳呢 声音很大 看这个 就好多了 它这个呢 也是说啊 百分之百白鹅龙 哇 那写的是响党的直信 被套呢 也是说纯棉的啊 香精液里面啊 为了彰显他们的这个 被子捏了 再嘀查一下 这位子呢 不然是看顶了 这个是什么 这位子呢 这位子呢 不然是看顶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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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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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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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